早上講的就是建立一個空的那個List 然後我們輸入的話是透過File 然後判斷是不是-1 如果是-1的話就跳離 所以我這邊輸入什麼 98分 Enter 可能89分 85分 87分 然後最後-1 -1就是跳離的意思 他會幫我怎麼樣 把總共有幾個學生算出來 他的總成績多少幫我加在一起 平均多少幫我算完 那像早上講的這部分我希望修改 兩個部分 第一個 我的成績不要是直接從這邊做輸入 我希望呢 寫一個剛剛講的Write 這個有沒有FileWrite 然後呢Write是什麼呢 把它Write出去成績 變成一個Score的檔案 所以我這邊的話可以把這個檔 把它複製 其實習慣上我原來的檔我都不會 我都會另外再把它做版本控制 所以我可以拿這一個原來的檔複製之後 把它貼上 Copy 然後複製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我這邊加一個Score 底線加一個Score 那裡面的話其實我只是改了幾個啦 就是說 直接輸入成績在這邊Content 然後裡面的話就是中間加 豆點好了 因為 有時候用豆點 加上配合那個Splitter 是還蠻好切割的啦 OK 所以有時候 記得就是一整串的 反正 我們第一個 把它 裡面大概改什麼 其實就是改 裡面的Content 然後呢 把它寫到哪邊去 然後用Rite 這個應該都一樣 把它直接執行 執行之後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 我們那個 Score的檔 基本上在根目錄就可以看到 在這裡 你可以按照那個修改日期排序一下 把它打開來 應該會有這些 成績啦 OK 所以第一個 我們 就可以建立一個成績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需要怎麼樣 再把剛剛的那個Append這個有沒有 把它改一下 我們不用 直接打的 我們是要讀 資料進來的 那怎麼樣把資料讀進來呢 當然一樣啦 我是建議 我這個Append的這個 一樣 在你修改之前 我還是蠻建議 一定要做版本控制 因為你沒有版本 你舊東西都不見了 OK copy一下 貼上 貼上的話呢 也比較 File 2好了 OK 然後就開啟這個File 2 把這個1 可以把它關掉 OK 那我要需要怎麼改呢 其實改哪些地方 1 我想這個一定是不要啦 File這個部分不用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Score 現在是空的嘛 那我需要什麼 需要去把它 開檔 對不對 開檔之後的話呢 把裡面的東西讀到一個字串 讀到一個字串 再切割給他 好像前面有寫過類似的 還記得吧 在哪裡呢 Mines CI2 其實就是這幾行嘛 所以有的時候啦 當然我會教各位偷懶 你可以 複製會吧 貼上會吧 有沒有 貼上之後的話呢 改會吧 不是都一樣 所以這邊的話你可以改成什麼 把那個 我們score 點tst 把它讀進來 讀到一個字串 close掉 放在哪裡呢 放在這裡 這個不一樣 寫完了 看得懂意思吧 好有沒有 所以我剛剛有兩段 第一段是寫出去 第二段把它讀進來 寫出去 讀進來 那切割完之後呢 他就會幫我怎麼樣 把資料 全部放在 score裡面 不過 特別注意喔 這個切出來 裡面雖然是 文 雖然是數字喔 但是他 形式還是一個字串喔 所以這邊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理論上你想說這樣子應該OK嗎 執行按確定 不OK 為什麼 因為 讀進來的是street 但是你這邊底下會錯在哪一行 錯在這一行為什麼 因為你裡面的東西要加 總的話 他會 沒辦法加 因為他是一個字串 怎麼辦 很簡單嗎 在外面怎樣 最簡單的方法 強制 把它轉型一下嘛 把裡面的資料怎麼樣 讀進來的資料 轉成 數字之後再串接 OK就大概這個地方改一下 其他還要改 我想應該OK了 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共 五位 對因為我這邊資料裡面 剛剛寫幾個 我記得是寫 6個 不對 少一個 為什麼少一個 因為我這邊好像 之前是因為 要因為 為什麼 因為剛剛最後是負一啦 所以要把它減一了嘛 所以這個可能要再改一下 有沒有 減一這個要改一下 不然會少一個 那這邊減一的話要 改一下 所以 這個大概改完之後啦 把它執行 我想應該就會是 最後正確的結果 6位 總分 平均 應該沒問題吧 那這個也是 延續早上的啦 我大概把重點回 一 把這個write出去 把另外再存一個 就是 file c file的那個write 把它改成那個什麼 scope 改一下 OK 輸出檔案 所以根目錄會有一個scope檔 第2的話呢 直接拿那個mine.cai裡面 的東西 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append1 這個上面 只是大概把資料讀進了 會有兩個地方一定要改 一個 是把 讀進來的東西轉成整數 第二個的話 把簡易拿掉 程式大概就這樣子 中間這一塊就可以拿掉了 不用去壞了 不用去讀進來了 OK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所以我們這個練習主要是 檔案可以寫出去 自己寫出去的成績 有沒有 有6個成績 再把它從 根目錄去把它讀進來 做什麼呢 丟到一個 list裡面 再做成績 裡面比如說把它算幾個學生 幾個學生就幾個成績 另外的話呢 把它裡面的成績全部加在一起 再來算平均 做輸出 大概是這樣 所以這邊的話 會把早上的那個範例 再 融入進來 然後再 做個練習 那 其他的話 這個我想請各位試一下 成績 如果你要配合 這個字典檔 你還可以再加名字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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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